在物产丰富的山东省 随便拿出几样农产品来 都可以总结出几本种植经 咱们今天就跟您聊聊 未美价廉的长毛山药 和盐浅地上种出的紫花木许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山药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蔬菜之一 有着健脾补肺 固肾易经等多种食疗功效 深受人们的喜爱 也正因如此 种植山药一直有着不错的经济效益 今天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个 优良的山药品种 细长毛山药 以及它的种植技术 细长毛山药 是我国山东省的地方传统种植品种 在山药大家族里 不同的品种快跟外形也不一样 有像牛腿一样粗壮的 也有造型奇特如佛手一般的 而细长毛山药则是细长条 平均长度一般在80到110厘米之间 中间部分横切面直径3到5厘米左右 它的表皮呈黄褐色 皮薄而脆 有着稀疏的根毛 与其他的品种相比 它的根毛明显呈现出细密长的特点 而且分布均匀 根毛长度在3厘米到7厘米之间 这也是它得名 细长毛山药的原因 细长毛山药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氨基酸和铁 鲜等矿物质元素 削皮后呈白色或略显牙黄色 肉质紧实 粉性足 质地细腻 入水久煮不散 也正因为这些特点 细长毛山药特别适合蒸煮或煲汤食用 了解了细长毛山药食用根的特点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地上植株 虽然不同山药品种的块根各有不同 但是它们的地上植株区别不大 细长毛山药的地上精叶为绿色 叶片对生或三叶轮生 叶片箭头型 叶叶间生有猪牙 又呈淋鱼子或山药豆 可以用来繁殖或食用 在我国北方地区 种植株门一般在四月中旬到五月上旬播种 这时气温稳定在七至八摄氏度以上 十厘米处地温达到十摄氏度左右 比较适宜以细长毛山药发芽生根 到十月底或十一月初 地上部精叶枯萎后收获 生长周期约为二百天 与其他山药品种类似 细长毛山药也是喜欢温暖 光照充足的气候条件 精叶生长最适宜温度为二十五到二十八摄氏度 根莖在十厘米地温达十摄氏度时开始萌动 十五摄氏度时开始发芽 在地温二十到二十四摄氏度时生长最快 不过它对地利水平的要求比其他的山药品种更高一些 在身后肥沃排水良好的沙壤途中 才能生长出性状优良的细长毛山药 而粘重的土壤容易导致山药扁头分叉 影响根莖的生长发育 土壤以微酸到中性为矣 PH值要求在五到七之间 土壤相对含水量70%至80%左右最适宜它的生长 另外呢 由于细长毛山药生长期长 根莖又入土较深 因此它的虚肥量很大 这需要我们在种植时特别注意 因为细长毛山药扎根深 并且生长期长 虚肥量很大 因此积肥一定要充足 播种前二十天 每亩施充分腐熟的农家肥五千千克做底肥 然后伸番更细 开钩前为保证鸡肥充足 每亩再施一次 蛋磷甲比例为15比15比17的三元复合肥一百千克 为山药提供更多的营养 然后使用开钩机挖一米以上的播种钩 这样能给山药一个疏松的土壤条件 有利于它扎根生长 您看 这开钩机自带螺旋式的钻头 钻进地里以后 随着机械走动 就能将底层土壤松开 形成一个拢面 而钻头后面有一个楔形铁块 在拢面上打出一条宽度和深度都在15厘米左右的播种钩 钩与钩之间的距离保持在一米左右 钩内就可以播种细长毛山药的种苗了 常用的山药种苗又被叫做山药栽子 是在山药收获后截取 或是使用山药豆繁殖的原始苗种 有了种苗 播种就比较简单了 无论是山药栽子还是原始种苗 它们都是从根部顶牙这个地方往下扎根 生长出小苗 将它们均匀地铺在播种钩内 顶牙之间的距离10厘米左右 每亩栽子4000到4500株 腹土厚度于拢面平齐 并将拢的两侧拍打紧实 防止塌陷 因为细长毛山药的植株为缠绕精 不能直立生长 在播种后到出苗前 要及时地插竹竿搭架子 这样等它的植株长出以后 就能自己缠绕着竹竿生长了 架子的高度在一米左右 细长毛山药种下之后 大约18到22天就可以出苗 到6月中旬 央腕能长到一米左右 这一阶段可以称作为 细长毛山药的生长前期 前期管理的重点是 促进植株健壮生长 细长毛山药在生长前期 需要水分不多 尤其是出苗前一般不进行浇水 以免降低土温造成烂种 同时较为干燥的土壤条件 还有利于根系下扎和根茎形成 苗子出齐之后 可以根据土壤情况少量浇水 保持土壤相对含水量 70%左右 细长毛山药的生育期较长 需肥量很大 所以一定要及时追肥 追肥可以在5月底到6月初进行 每亩追尸一次 蛋铃甲比例为15比30比10 三元负荷肥50千克 从6月中旬开始 细长毛山药进入旺盛生长期 地上部植株爬满整个央架 地下部分也开始膨大 这一阶段一直到拉央收获 成为生长后期 管理的重点是控秧 促根 细长毛山药生长后期 根茎进入膨大阶段 土壤不能像前期那样保持干燥 干旱会严重影响根茎的膨大 如果降雨量少 一般10天左右就要浇一次透水 保持土壤相对含水量 75%至80%左右 在细长毛山药的生长后期 应结合胶水追肥来进行中耕除草 尤其是胶水后或降雨后 要及时中耕 一来可以清除杂草 二来能够破除土壤板结 疏松透气的土壤条件 有利于山药根茎的生长 在细长毛山药的生长过程中 做好病虫害防治 也是获取高产的重要环节 细长毛山药常见病害有 碳居病 经浮病等 碳居病 主要危害叶片及经外 发病初期产生褪绿小斑点 以后扩大为褐色的大斑 发病严重 会导致整株死亡 经浮病发病初期 会在经外肌部 形成褐色不规则的斑点 以后扩大为深褐色的病斑 严重时经外肌部 干缩枯死 细长毛山药 易发生的虫害 主要有棋草等地下害虫 以及叶蜂等食业害虫 种植户在日常的管理中 要注意观察 发现病虫害就要及时防治 可以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 及时合理的用药 科学防治病虫害 经过了将近一年的心情管理 到十月底至十一月初 当植株地上部枯萎以后 我们就可以收获 细长毛山药的地下根精了 您看 它们沿着山药的种植沟 挖了一条三十厘米宽 一米深的沟 一点一点的将山药挖出 还不能伤了表皮 更不能折断山药 这真是一个辛苦的工作 细长毛山药母产一般在1500到2000千克左右 在收获后 还有一个重要工作 就是智取山药种苗 选择具有细长毛山药特性 生长健壮的根精 将尖端切下20到30厘米 切口处要沾生石灰消毒 这就是我们播种时用的山药栽子了 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储藏 到春季取出播种就可以了 用山药栽子播种 出苗枣发育快 植株长势旺盛 但有一个缺点 就是繁殖系数较低 连续使用2到3年以后 山药栽子的顶牙就会衰老 生命力衰退 导致产量降低 这时候就要及时用山药豆来繁殖患种 使用山药豆繁殖法 主要是为了避免品种退化 在山药生长中后期 采收单个种在1克以上的山药豆做种 冬季沙藏 开春后与山药栽子同时播种 山药豆播种比较简单 在整好的地块上 开一条深2厘米左右的浅钩 将山药豆三个一组种下 然后附土堆成一个高20厘米左右的笼面 就可以了 它的生长管理与山药栽子种植的基本一致 到收获时 可以获取到20至30厘米长的小根精 这些就是细长毛山药的原始种苗 第二年就可以作为种用 代替退化的山药栽子 能够起到提纯腹状 保持细长毛山药品种净状的作用 山药是一种药食兼用的作物 产量较高 市场效益也很好 如果您所在的地方适合种植山药 不妨试一下细长毛山药这个品种 如果不适合也没关系 下面我就给您介绍 盐浅第一紫花木序的栽培技术 紫花木序属于豆科 木序属 多年生草本植物 在我国东北 华北 西北地区都有种植 紫花木序喜欢温暖半干燥气候 要求年平均日照时数3000小时左右 年平均温度在15至21摄氏度 土壤PH值6到7.5为宜 紫花木序耐寒能力较强 橙珠能在零下20摄氏度以上的温度当中跃动 紫花木序抗旱能力也很强 但生长期间最怕水淹 连续淹水24到48小时就会大量死亡 自然生长的紫花木序寿命可达20年以上 田间栽培利用年限在5到7年左右 一般在第二到五年间是生长最旺盛时间 以后生产力会逐渐下降 紫花木序对土壤的要求也不严格 在一些土壤平级和中低产田也能种植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在中轻度盐碱地上 种植紫花木序的技术 盐碱地按照土壤含盐量分为三个等级 轻度盐碱地的土壤含盐量在0.1%到0.25% 中度盐碱地的土壤含盐量在0.25%到0.5% 土壤含盐量在0.5%以上就属于重度盐碱地了 紫花木序只能在含盐量0.5%以下的中轻度盐碱地上种植 虽然紫花木序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强 但是耐烙能力差 所以选地块时要选择地势较高 平整 排灌水条件好的地块 要求土层厚度在50厘米以上 失足积肥非常重要 积肥一般在三月下旬土壤解冻后适用 每亩要适用腐熟的有机肥2000至3000千克 尿素5000克 硫酸钾20千克 过磷酸钙20千克 失足积肥后 首先要对土壤进行伸翻 把积肥翻入地下 伸翻深度为25到30厘米 伸翻后的土地还要进行悬耕 这一步是为了碎化土壤和残留的植物根筋 让它们充分混合 由于墓序种子小 顶土能力较弱 悬耕完后 还要进行霸平 霸平既能使土壤颗粒更加细云 使墓序种子和土壤能够紧密结合 在盐碱地上种植 一般要选用耐盐性强的品种 如中国农科院畜牧研究所选育的 中牧一号 中牧三号等 在选购种子时 还要选择包衣种子 这又是为什么呢 它这个种植剂它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个是活性成分和非活性成分 活性成分它是包括杀虫剂 杀菌剂 肥料 还有那个油益的卫生素 这些方面的 非活性的话 就是主要是有它那个成膜剂 还有相应的配套助剂 主要是这两块 它是防止病虫害 提高产量 提高那个幼苗的生长 还有防止一些动物 对这个种子的危害作用 中青度盐碱地种子花木树 既可以采用春波 也可以采用秋波的方式进行播种 在我国北方地区 为了提高子花木树的出苗率 大都采用春波的方式 春波木树生长速度快 更有利于根部的生长和发育 在中青度盐碱地上 种植紫花木树 播种时的土壤相对含水量 要求在70%左右 也就是土壤 手握成团 落地积攒的状态 春季播种 要适时晚播 一般 北方盐碱地 春季反盐高峰期 在3月中旬 到4月中下旬 播种最好安排在 5月中上旬 避开土壤反盐高峰期 在中青度盐碱地进行播种时 为了让木树获得充足的肥力 一般采用种肥同波的方式 种子和肥料的比例 一般是1比10左右 食用的肥料是有机肥 是以畜秦粪便 农作物接杆为原料 经过无害化处理 并腐熟的有机肥 在中青度盐碱地上 种植紫花木去 播种量要适当增加 每亩播种2000克 杭聚为20至30厘米 播身一般在2.5厘米左右 播种方式 最好使用调播 紫花木去播种后 在伤情适宜的情况下 一般5到7天就可以出苗 但是紫花木去幼苗植株 生长较慢 主要发育根部 出苗后 要对幼苗进行查苗补种 发现木去出苗不全 或者有漏播现象 就要及时进行补种 补种时 深度要与前期播种时 基本一致 然后踏实就可以了 在中轻度盐碱地上 木去苗长到10厘米左右 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这时正值春汗时期 随土壤水分蒸发 土壤盐碱含量会随之上升 形成反盐现象 此时 为了保证幼苗的生长 还要追尸一次有机肥 一般每亩追尸20千克左右 减少土壤反盐现象 对幼苗的影响 随着追肥 还要进行浇水 浇水量不能过大 浇水完成后 田间不能积水 同时 这次浇水也有压盐的作用 紫花木去拨后60天 高度可达15到20厘米左右 我们前面说过 紫花木去有固氮的作用 因此 施肥 以磷甲肥为主 一般每亩追尸 过磷酸钙 3到5千克 硫酸钙 5到8千克 对提高木须抗性和品质 很有效 追肥最好结合灌水 灌水量 要结合当地商情确定 紫花木去拨后 90到100天左右 就进入了花期 高度能达到70厘米以上 这也就到了一哥的季节 在我国北方地区 当年春波的盐碱地紫花木去 为了保证根系的正常发育 只能一哥一次 一般要等到8月底到9月初 才能一哥 过早一哥会影响根部生长 影响未来的产量 一哥以初花期为最佳时期 此时植株蛋白质含量最高 品质最好 但是最晚不能超过圣花期 同时一哥要在连续的晴天进行 现在大面积木须收获 使用的都是专用的割晒机 把木须从植株上一哥下来 然后平铺在地面上进行晾晒 一哥时要求流查高度 在5到7厘米左右 这样既不影响木须根部生长 还能保证下一茬抽生心惊 一哥后的木须在晾晒过程中 要使紫花木须各个部分的一致 这就需要进行翻晒 下面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翻晒机 它能将晾晒的木须 进行均匀的翻晒 一般每天翻晒一次 晾晒2到3天 等木须的含水量达到17%到20%时 就可以进行打捆了 打捆也可以使用专门的机械 这样能够节省筑藏空间 提高效率 为了使木须能够安全过冬 从而为明年的产量 打好基础 一颗后的紫花木须 要及时进行管理 等木须开始生长出 新一茬经叶时 要及时进行追肥 这一次追肥 仍然是以磷甲肥为主 一般每亩是过磷酸钙5000克 硫酸钾8000克 追肥最好结合灌水 到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 土壤风冻前浇月冬水 这样紫花木须就能够安全过冬了 到这里 盐碱地紫花木须的栽培技术 就为您讲解完了 通过上面的讲解 我们了解到 中氢度盐碱地 种植紫花木须 不仅可以促进畜牧业发展 增加收入 还可以改良土壤 对于土地中氢度盐碱化的地区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观众朋友 本期冬港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 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